觀眾朋友就會習慣在這個時間裡面 去準備點這個光明燈 祈求我們新的一年可以健康平安 或者是名錄雙收升官發財等等的 不過這個點燈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 Hi 大家好我是嘉瑜 我們在每一年迎接新的一年的時候 觀眾朋友都會希望去廟裡面 祈求來年可以平平順順的 也有不少的廟宇會在農曆年前開放點燈 所以觀眾朋友就會習慣在這個時間裡面 去準備點這個光明燈 祈求我們新的一年可以健康平安 或者是名錄雙收升官發財等等的 不過這個點燈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 在台灣傳統的宗教信仰裡面 點光明燈象徵的是信徒對於信仰的崇敬 以及對於期待被神明諸佛保佑來年平平順順的心情 那點光明燈這個習俗呢 他其實主要是來自於台灣 三四百年前呢 許多人從中國大陸 東南沿海 飄洋過海來到台灣 那在這個陌生之地 立足在台灣生根 那祖先們呢就會希望說 透過這個寺廟的信仰力量 來祈求一切可以平安順利健康 而供養蠟燭啦或者是油燈 那使這個燈火呢在夜間照明整個廟宇 那這個也是早期我們信徒呢在禮盡神明 諸佛菩薩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方式 或者是捐這個香油錢天香油錢 那這也是信徒們呢為了延續寺廟燈火 進行的這個捐獻奉獻的行為 那也讓這個其他的信眾呢來到廟宇呢 能夠繼續享有寺廟內明亮莊嚴的這樣的一個空間 所以進而透過捐獻這個維持 寺廟的運作使寺廟呢神佛呢造福眾生的這樣的意涵 那這個點光明燈呢它其實有分佛教的觀點 跟道教的觀點喔 那以佛教的觀點來說啊 佛教中呢光明燈象徵的是代表 自慧 正物 覺醒 以及呢代表眾生的慈悲 那以道教的觀點來說呢 那在道教中呢點光明燈象徵的是 對祖先的敬意以及 祈求神明的庇佑 所以呢一般來說啊 一年四季呢我們呢都可以到寺廟去點光明燈喔 但多數的人呢會挑在農曆過年的時候去祈求 因為希望呢在這個新的一年呢我們可以好運平順 好那現在啊其實隨著時代的進步 電力設備呢也使這個我們的廟宇呢 這個燈光非常的明亮 但是呢點這個光明燈的這個需求啊 仍然是存在的 那在很多廟宇的時候我們也發現啊 許多人點燈呢是為了要呈現自己的姓名 展現自己的這個能力 為家鄉捐獻明陽相領 不會他鄉成功卻景一夜行這樣 所以點光明燈呢也成為這個信眾呢 展現自己為地方奉獻為家鄉奉獻的這個廟宇捐獻的一個方式 那在許多的大廟啊的光明燈的位置啊 其實呢是很多信徒都會爭相去購買的喔 因為呢這個寺廟呢這個大廟 他每年呢春節呢都會這個定期的更新位置 那使這個信徒呢有機會進駐好的這個位置 展示自己的姓名以及捐獻的成果 好所以寺廟呢也會透過這個眾人啊 來點這個光明燈展現信眾來自四面八方的這樣的號召實力 營造香火鼎盛以及信眾繁多的這樣的意象 促使呢信仰者呢被吸引慕名而來 好啦那除了以上所說的這個我們現在這個生活上面 有看到這樣的狀況之外 那其實光明燈呢還有另外一個延伸喔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在公共利益發展的台灣經濟之後呢 那這個部分有識之賢人之人呢 他們呢會鑒於說春禮啦這個暗巷啦缺乏路燈 那為了這些避免讓夜歸的人呢在黑暗中返家的時候發生危險 那所以呢他們就會認養路燈 那改以光明燈為這個號召 那促使大家呢社會大眾呢透過這樣子認養燈的這個設備啊 用這個電來做公益 好所以這個點光明燈呢延伸出 以公益代替點光明燈這個發展歷程來看呢 那其實啊點光明燈的初衷是來自於我們要尊敬神明供養諸佛菩薩 那之後呢也被衍生為做公益 照福相禮 那從這個宗教的觀點來看啊 若是寺廟的這個光明燈的這個數量充足之下呢 那神明啊諸佛菩薩其實啊也不見得需要我們透過燈火供養 如果啊我們看見貧苦需要幫助的人 卻毫無助若扶貧之心的話不願去協助 那卻只是為了自己在寺廟內的燈火供養的位置去 呃真的你死我活的話 那為了自己的姓名能夠標注在寺廟的明顯之處 那其實啊已經上師了諸神明諸佛菩薩 希望我們呢都能夠培養慈悲扶弱之心 所以呢我們呢要把佛主教導我們以慈悲心不失培養 無我無私的這樣的意涵呢 要謹記在心 所以呢不如呢我們在年前之時啊捐助一些食物物資給 經常三餐不計或者是衣食有缺 卻有心向上的家庭 那讓他們呢這個小朋友呢可以安安心心的讀書 例如呢我們這個台灣一起工藝協會呢 每個月呢都會對於新北市學校社工食物銀行呢 這個單位呢做這個食物物資的這個捐贈 那其實啊這些很多在台灣各個角落很多的單位都需要我們的支持跟贊助的 那因此呢在這幾年啊隨著社會的價值觀的一個轉變 那人們對於信仰跟公義之間呢的這個關係呢 其實有了新的一個理解 那許多的信徒呢也會開始思考 那信仰實踐是否僅至於點燃光明的呢 或許呢還能進一步的去延伸到社會的關懷 因此一些寺廟呢開始舉辦一些社區的公益活動 譬如說呢陪伴我們的長者或者是環保清潔等等的 以實際的行動呢來回饋社會 那這樣的轉變呢也使得信徒呢在點光明燈的同時 更關心如何透過捐款志願服務等方式呢參與社區的建設 擁抱信仰與公義的雙重的價值 換句話說點光明燈呢不僅僅是一種宗教的儀式喔 它更成為了實現仁愛與奉獻的象徵 所以隨著科技的進步 現代的社會的光明燈呢已經呢不僅限於寺廟 我們也可以透過網路平台或者一些虛擬空間呢 點燈祈福 所以現在呢在這樣數位化的點光明燈呢不僅僅突破了區域的限制喔 也讓更多的人呢有機會參與 建立起全球性的祈福共同體 那然而在這個同時呢也帶來了新的思考 科技發展是否能夠改變傳統信仰的形式呢 那信徒呢在虛擬空間中祈福是否呢與實體點燈有相同的神聖感 那這個問題呢也在現代的社會中呢引起了很多的這樣的一個討論 好 不僅僅僅是個人心靈的一個寄託 更是社區凝聚公共奉獻的一個催化劑 所以無論在傳統寺廟或者是在數位的虛擬空間裡面呢 光明燈的這個意義啊都不斷的在演變 那為了讓我們人們呢帶來更深層的這樣的一個思索 無論是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信仰呢 尤其我們在學習這個紫微斗數的這個學禮上面呢 也告訴我們鼓勵我們多做公益去填補我們的福德功 增加自己的運氣跟福分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 所以呢我們誠心堂的志工們呢 組成了台灣17GOIT一起公益協會 每個月呢發起的這個公益活動呢 幫助弱勢的孩子偏向醫療的單位 比如說花蓮門諾醫院 新北學校社工食物銀行 文山關愛之家等定期支持贊助回饋社會 也歡迎呢看到我們影片的朋友們呢 加入我們愛的行列 可以點擊資訊欄的連結 參與我們呢一起做公益 能幫助到需要的人也能為自己跟福田添福報喔 對了對了很多同學來問說 老師啊那我去不去安太歲啊 其實要看你自己啦 安太歲呢不如安太座 把自己家裡面的太座安大好 會讓你的生活過得比較開心一點喔 好啦謝謝大家